郑欣怡、许亭鏗、冯尹谦、黄丹妮、 关志斌、Dear Jane主音Tim、蘇韵芝 古佩玲和关家敏等 现身时装show活动 model出身的Louise 近几年放下老本行去拍电影 成功创出一片天 这天重返天桥行show时 见她一点生疏都没有 依然表现得非常专业 很开心、很兴奋 其实之前已经很期待 因为实在是好几年没再行show 自从做了演员之后 所以终于有机会又回到这个舞台 刚才行show之后 我已经觉得新一代的model 每个都很高 一代高过一代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 有点凹凹进去 所以我很开心见到 这么多新的model 你脚有多长? 有没有计划过自己? 其实也有43、44 没有43一定有44 大个谦虚 但是很多model都是这么长的 对 那女女的脚是不是很长? 有没有看到 手脚也长 其实身形真的像我 而且嘴巴也像我 连食物也像我 Louis老公罗孝勇 为完成梦想 撇下老婆和女女 去外地留学 但两夫妻没有受到距离的阻碍 反而更加甜蜜 我老公在澳洲读书 她因为读脊蜜 所以她很努力 我们经常会面读 一起聊天 每天都会有信息 又会传出有趣的视频 互相继续 经常都会保持我们的甜蜜 她难得找到一个 她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学 再去进修 我觉得是很 proud of她 所以除了我的腰骨 等她之外 其实我一直都在支持她 下两个星期就会回来 她刚好在学校那边 会放两个星期假 回来陪女儿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很好 看到天桥上走表演的模特 令Joyce都很羡慕 不过她就从来没有幻想过 自己可以走天桥 刚才我偷听Louise说 她有44寸长腿 然后我心想 我也有44寸腰围 你现在没有了 曾经有 没有 44寸都跨了 都难的 44寸 其实实不相瞒 我是走过Catwalk的 What 真的 中学时期 哇 学校project 我还记得我衣服有阴的 Angel 是 很尴尬 现在说出来 千万不要上网找 我不知道原因 你有什么习惯 Catwalk 我可以吗 你觉得 可以 可以 为什么不行 其实今天我穿了这个自信装 哦 因为我怕今天太矮了 所以我就说不如加多几串 你很可愛 你这是自信鞋 对 本身已经是 不过也加了另外一个自信装 怪不得 那你现在是吗 因为我有问题 有时我走路 我常常都看不到 是 我说不如我穿个自信装 今天不用这么辛苦 Alfred透露 九月初就换了新的智能身份证 还在网上发表拍摄这张正见相的感受 最近是不是换了新闻证 好像很满意自己的照片 又不是满意的 但是你知道永远梦想的理想和现实是会有些落差的 不知道大家换了新闻证没有 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模样是有少少和我预期中有出入 你换了吗 换了了 自己换了 很无聊啊 这些话题 为什么可以 我不明白 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件事 我换了 我也可以 我那张照片 你换了吗 我也换了 你喜欢不喜欢你的照片 我没有特别喜欢 特别不喜欢 这个interview你要整条片出阶 每一位都 出了 出了它